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曾经很火热的专业 如今还一直火 只不过对于人才没有以前需求那么大了 很多大学生出来也是很难就业的 而且找到的工作并不好 不少毕业生更是被一些老板忽悠去当淘宝客服去了 就有电商专业的毕业生直言 找工作的时候不要听老板忽悠 就随便进去当客服了 那样只会让自己有一个不好的开始 学电商专业的都是想学运营 更是自己开店的 所以客服千万不要随便干了 因为现在很多地老板就是忽悠很多的毕业生 说什么现在这个行业不好干 想当运营都需要很多的经验 虽然你是学电商的 但是实操经验不丰富的话 是不能直接让你干的 必须要先从客服干起 等半年后再去转运营 很多毕业生听到老板话的大病 自然就这样接受了 毕竟自己也的确没什么底 也没有操作过网店 光学的就是理论了 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运营的 不过这个看似很合理的安排 却会对你的工作影响很大 因为很多时候你干了客服 老板就会让你一直干下去 运营岗位都会招满人了 不说半年后可以转运营岗了 工作一年如果没有机遇的话 都不一定可以给你干运营的 等你受不了辞之后 再去找运营工作 其他地老板也会觉得你干过客服 继续忽悠你干客服的 想干运营是遥遥无期的 而且客服的底薪普遍是运营要低的 别人底薪四千块 你可能就是三千块而已 所以电商专业的毕业生 真的想干运营的话 直接就找运营岗 不要听老板哭又去干客服了 实在不行上一个培训班 出来直接就可以说干过运营了 那样工作还是比较好找的 破变4K以上的底薪的 这都是很多毕业生的经验之谈 你怎么看待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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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